如果我们学乎的同时 还有一点点占别人贫义的念头 这个念头是道心 你的道心还存在 还没有把它消失掉 一定要把这个念头断掉 换一个念头 我们尽心尽力帮助别人 这个念头好 道别人的财务方法很多 巧取好多 让你自动送来 你不敢不送来 不应该送来 逼着他 不敢不送来 这是道的手段 有道心 有道士 有手段 损人力气 受害的人 不敢说话 你有权力 你有威士 得罪不起 我们社会上讲黑白两道 欺压良民 那么你得来的财物 你能够享受它 是你命中有的 你享受 这种手段 带来的财务 享受得很平安 不出思绪 命中有 明天用 受贿 一书道谢 宽福 现人冤枉 损害 忠良 信 为物性 陷害 冤者去也 望者 邪去也 忠者 尽私之心 奉公 王思 良 者 善意 如实 我人 嫉妒 贤者 陷害 忠良 欺人 之意 彼 巧令 不忠 阿语 耻 耻荣 诽谤 良 善 忘心 人非 心口 不易 故云 心口 过亿 极为 多端 那么这是书 道 从道里面 产生 许许多多的 罪业 都是由于 道心 所引发的 所以 无 不是单单 犯一种 任何一种 都会牵连 许许多多的 窝业 在其中 这是 很可怕的 一种事情 只有 佛菩萨 把这个事情 说清楚了 说明白了 因此 我们在日常 生活当中 决定 不能 由占别人 便宜的念头 事情 虽然小 它是 道心 这个 道心 如果你不把它 断掉 你 任其 发展 到将来 可能造成 大的罪业 任何小的便宜 这个占便宜的念头 都没有 才能够守住 不犯 道戒 道戒的 戒罪 佛家戒经里面 讲得很清楚 你 盗取 一个人的财富 好办了 你将来还债 还一个人 如果你 盗取 比如 我们具的这个社区 这个社区 公共设施 是这个社区里面 所有的人 拿钱出来 建造的 公共设施 你把它 破坏了 你把它 窃取了 那这个 结罪 什么 这个社区里 所有人 全是你 债主 你还债 不是还一个人 这个社区里 住几百个人的时候 匆匆是你 债主 你将来 够够都得还 你这个 麻烦 不麻烦 明白这个道理了 如果 此地 公共设施 是 县政府设施的 那么 你就要想的 就是一个 公共电话 你把它 倒去 拿回家 去 用去了 那 这一个县 里面的 居民 在中国 一个大县 一百多万人 这一百多万人 全人 在这 因此 你就得想到 如果是 国家的设施 这个设施 是 全国人民 纳税 来建造的 东西虽然小 你要是把它 拿回家去 用去了 你的债主 就是这一股的过敏 这些纳税人 全是你的债主 还不清 倒是很容易犯的 有意无意 很容易犯 可是后来的果报 不堪设想 那佛界经里面 将常住 那是什么 真正出家人 现在出家人 有问题 不是真正出家 享受 这个社方 佛门四中弟子的 供养 没有做真正出家人 的思议 这就是 盗窃了 出家人的 衣食住行 从哪来的 叫社方 供养 那人数呢 素不轻 不止一个地球 你看佛经上 常说的 变法界 虚空界 不知道有多少佛 这佛 不知道有多少学生 不知道有多少 归于 归于佛门的 这些 善难心 所以佛门的东西 决定不能动 动了之后呢 你的债主是 变法界 虚空界 今天上佛说 你犯 无利收 造这样 重的罪业 佛能救你 道 常住屋 有的时候说 生起屋 就是出家人的 用这个东西 佛不能救你 为什么 你的债主是 变法界 虚空界 这个要知道 我